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事情是怎样子爆发的 是巫统国会议员问财长 然后财长直接就说 西盟政府也有 direct nego 谁讲没有 而且66亿 101个project 然后就被大炒了 全部都炒这样子的科技 当然最后揭发出来 66亿里面最大宗的44亿 其实是以前国阵已经谈好的 然后纳吉在解散国会 前一天已经谈好的东西 西盟做政府了之后 他们要cancel这个project 那个project的人就来找西盟说 我们已经准备 我们也有器材 我们是最好的 你还是给我们做吧 我们是最leading的 确实也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KL 在Selengo也有做着这些 轨道的工程 所以西盟政府 还是把这个project给他 但是折扣 折扣了多少钱 我忘记了 反正接近10亿 10亿左右 折扣了10亿左右的金额project才给回他 所以这个明显是在帮国阵插屁股收烂摊子后 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大家还记得吗 我之前我非常记得2019年9月的时候 当时Najib在他的专业 他直接post一封信出来 林冠英写给老马的信说 这个project我们吉兰丹政府大厦的project 我们交回给这个builder 什么pdmbuilder做 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一个direct 的情况 也是这样子 然后就给Najib爆出来 也是被广传被 大使拿来抨击 拿来攻击 整个西蒙政府攻击林冠英攻击马哈迪 ptmbuilder 建这个bangunan persecutu 安格兰丹 Kotabaru 结果情况是什么 跟这个轨道计划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这个也是纳吉在国会解散之前 匆匆批出去的project 然后西蒙帮他擦屁股 要减 要cancel掉这个project 这个pdmbuilder就来找西蒙坛 说我可以蒙古让干 cost 我折扣给你们 你们看能不能继续给我做 所以他折扣我 我现在看回我当时写的 他折扣了 也是好几亿的情况之下 一亿多我没有记错的话 折扣了这么大substantial的一个数目 接近20%的数目 西蒙才扳回给他 所以这也是一个擦屁股的动作 明明是做好事明明是擦屁股 为什么 却是被骂的 简单的所以西蒙不会做政府 你看现在林冠英给人家爆出来这个事情 被人家抹黑被人家攻击到体无完肤之后 他站出来挑战国盟 跟国阵政府 以前direct nego了多少project 有多少钱 come on 你做22个月部长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爆出来 你自己的火箭议员可以站起来提问 前朝Nazi direct nego了多少个project 我请财政部长回答 国会问一个问题罢了 林冠英站起来 就可以直接回答了 你之前没有做 你现在失去了 你权力 你才去问别人 所以你讲你是不是蠢 你是不是有权力 不会去使用 这是这个事情爆发出来 我的第一个感官 跟当时Nazi 2019年9月爆出 这个Kotabaru大厦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的 西蒙有权力 不知道用 当然他们也没有经验 或者是你要说他存 也可以 反正意思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 也是有权力 不知道用的情况 就是你不会大肆宣传 如果不是Nazi 所以拿了这封信以为 直到宝 拿出来 post出来 告诉大家 你看西蒙 这个Kotabaru的project 他们林冠英签名 直接给回同样 给回PDF Builder 他没有说给回 他说他们官商勾结 给自己的人做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西蒙有搬过 国阵政府擦屁股 还减了cost 帮国家省钱 然后做回一样的东西 西蒙没有讲 包括现在101个project 这个铁道就44亿了 还有好几个project 陆兆福 林冠英都有专门开一个记者会 来注意反驳 为什么你们在做这些 你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反驳 说是好事 说是为国家省钱 为人民谋福祉的事情 你在做政府的时候 你没有宣传给大家知道 你没有拿出来作为你的政绩 没有拿出来打对手呢 如果不是这个 他回答巫统 这个国会议员的 这样子的情况爆发出来的话 那这件事情 人民也不会知道 你现在是为我们人民做了好事吧 为什么你不去做 所以西蒙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也说过了 蓝友行 摇眼 他们以为我们做了政府 我们只要做事就好了 我们 兢兢业业的做事 人民自然就会看到 这个是最愚蠢 最愚蠢的想法 你现在林冠英出来解释 政权没有掌握在你手上 政权掌握在国门政府手上 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把你的解释给盖掉 然后网军继续在网络上炒作这个课题 你看现在还是一直在炒作说西蒙是同流合污的 即便林冠英已经开了一个蛮盛大的记者会解释 陆兆福也第一时间把整个东西公开在他的Facebook里很多人转发 可是政府还是可以当做没有看到 因为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上 所以夺回权力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有权力你就有话事权 你就有权势权 你就有权势权 你就有讲话权 所以西蒙不要拿回权力 是世间最愚蠢的人 你看PASS 在Saba 他们说我们可以用国阵的标志竞选 他不是说用Mafaka National 他直接说用国阵的标志 国阵官你PASS什么事情 然后 国阵跟PASS扒杆子打不着 打不着边的情况 为什么PASS还是可以说我们愿意用国阵的标志 因为PASS在Saba Saba 一点市场都没有 他知道用自己的标志绝对是死路一条 他竞选席位也不多 一两个席位 所以用国阵的标志有机会赢 最主要是要赢 要拿到政权 要拿到席位 可是西蒙没有想到这一点 安华说我们不要用 明星党的 明星党的标志 其实是一样的 安华公正党竞选8席才赢2席 竞选8席才赢2席 你公正党在西马确实是主导 西蒙四大党 包括以前土团 退出之前公正党是最大党 竞选最多席位 第二多席位是土团 第三是行动党 但是在Saba领头的人是谁 是瓦里山 所以你同日而予 只显出自己的愚蠢罢了 我们扯远了